現在我要來跟大家講就是關於我們發現的狀案 就是我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正式介紹一下距離V獎租金 那我們的2019年的獎租金我們從12月10號開始線上公開提案 然後一直到1月13號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如果有任何缺錢缺人的專案 就是可以盡早上傳到這個就是我們這個網址 就是你可以打grandstand.journeyv.tw這個網址 那首先是剛才其實前面的人都有講過就是救送團 除了我們每兩個月會辦一次這個黑客松之外 那我們就是也有辦獎租金 那 好那我們辦獎租金主要呢就是我們希望可以投入 因為大家大家剛才其實專案就是會缺人 然後當然也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會缺錢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個專案然後投入一些資源 讓就是專案可以在一開始形成的時候 或者是到中間就是需要在進階發展的時候 大家可以來投這個獎租金這樣子 那我們之前呢我們從2017年開始然後一直到到2018年 至今就是我們已經收過就是188件提案 然後有19件獲獎 那其實已經發出了蠻多錢的獎 但我們會繼續發 然後這個是這個是我們之前就是有獲獎過的專案 就是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其實之前就是剛剛有稍微提到真的假的 或者是辦表小包什麼等等的等等的 那這個就是真的假的 然後我們之前也有講述過投票指南 他們現在就是之前有一個新的介面 然後有一個人就是做專案做到一半 然後就當議員了 沒有當到 對然後就是大家我們這個就是建議的那個題目 我們建議的範圍有這六個就是大家可以參考這樣子 那就是只要你是台灣人 然後你住在台灣 居住於台灣自治的人就是你也是可以也是可以是外國人 那我們會明年會選五個專案 然後獎租你30到50萬元 那你拿到錢之後我們會陪你開發你的專案八個月 那然後就是我們投入資源就是資金社群顧問公民團體跟媒體 對 然後這是時間 這是時間 那個 我們送的最大的禮物就是會送你一個deadline 所以你在deadline之前一定會要把東西做完 deadline就是所有人的最大的禮物對不對 但是GIME的專案都沒有deadline 所以我們還是要捨一下deadline 好我們今天的deadline就是我希望大概11點左右結束 我們達成 然後呢我們接下來就吃東西 吃東西然後那個坑主 是坑主的但是沒有拿避障趕快來拿喔 不然人家無法辨識你 好不好 然後那個坑主也請拿這個牌子 然後呢 欸這邊沒有紙 所以麻煩自助去外面那個登記 是吧